《玉谷遥》是一部有顶流男星肖战和新生戴女星人名主演的热门新剧 于两日空降开播 一经上线就迅速引起了热度飙升的现象 直接夺得了电视剧热度榜的冠军 并且占据了微博话题榜 肖战在剧中的古装造型和出色的演技受到了赞誉 被许多观众认为比他的代表作陈情令还要出色 任命除了演技以外 却在各方面遭到网友的批评 包括一态被指轻浮 颜值被认为低于古装女主角的 许多网友都好奇为什么他会被选中饰演女主角 对此 肖战给出了解答 在玉谷遥开播前的宣传记者会上 肖战被问及任命是否适合饰演女主角朱颜 他直接回应道 毋庸置 他的演技非常出色 尤其在对细节的把握上非常细腻 他提到在试镜时 任命就与导演分享了自己对 而且他的歌星也非常活泼 非常符合女主角朱颜的气质 他还幽默地笑说 他来的时候给我们买水喝 或许这也是其中的原因 他的语气中表达了对于选定任命作为女主角的肯定 实际上 剧集播出后 除了被指责一态不佳 颜值不过高之外 只要涉及到演技方面的部分 任命都获得 尤其是他出色的哭戏能够快速引起观众的共鸣 除了一些观众对他没有女主角气质的批评 还有很多人认为玉谷遥选择他出演是因为看中了他出色的演技 然而 随着玉谷遥剧情的推进 任命和肖战之间的CP感情是否增强 也成为剧集能否被评为一部好 肖战近年来的几部新剧已很少以CP作为主要宣传点 当时他与任命合作拍摄时就曾传出消息 肖战工作室已经与剧组达成共识 不以CP为主要宣传焦点 剧集的宣传也会更加注重两位演员 而不是将他们的CP关系作为主要卖点 因此任命只能依靠作品本身来说话 无法通过外在的情侣 尽管首播的前四集中有一些观众抱怨两人缺乏CP感情 但故事才刚刚开始 后续剧情可能会带来试图念念的高潮转折 从而改变公众对剧集的口碑评价 网友对于肖战和任命在《御谷瑶》中的表现非常关注 他们纷纷表示 任命虽然没有你配角王楚然的美 但他的演技非常出色 这部剧中肖战一个人的颜值就足够了 不需要再找其他演员 选择任命来出演 因为演技比什么都重要 我感觉随着剧情的发展 两人之间的CP感情将会飙升 肖战与陈情令时期演技进步了很多 尽管剧集刚刚开始 但肖战和任命的演技已经引起了观众的赞赏 随着剧情的发展 他们之间的话语反应和CP感情也有望进一步提升 无论如何 观众们期待着看到《御谷瑶》在后续剧情中的转折点和口碑的翻转 肖战和任命可是国内最红的男女明星 这次破天荒合作 大家都十分期待 肖战的影响力不用多说 在韩国 日本等地相当有名气 任命虽然年轻 但是他演技扎实 很多外国人也喜欢 这么贵气的神官大人 不能只能咱们自己欣赏 好的电视剧 就应该开启全球刷脸模式 让大家都一起看 目前已知观看的地区包括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印度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听起来很有影响力 第二个问题 玉谷瑶海外输出厉害吗 大家都知道 如今的国产剧越来越好看 肖战带着幼稚仙侠剧玉谷瑶要去为全世界宣传我们优秀的中国文化了 古我仙侠剧如今可是国内的独门秘籍 这种题材只有中国人才能拍好 就算是网飞 也没办法做出来 所以他们只能买中国人拍的剧 仙侠剧里有很多传统文化的元素 越看越有感觉 仔细看玉谷瑶 很多场景安排都特别用心 光线对比和布局结构中充满男女主命运 肖战这次饰演的角色是孤高清冷的空桑皇太子 人民饰演的是热情仗义的赤族郡主 承载了国人几千年骨子里的浪漫主义 饱含了大家对事物至真至美的追求之心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 肖战领衔主演网络《鱼谷瑶》以及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在》 7月2日分别登顶猫眼网络《热度日榜》 猫眼电视剧《热度日榜》 包揽猫眼剧集双榜日冠 上星和网播 收拾和热度 口碑和质量 每一项都是横扫低的存在 不同题材的两部剧 不同人物性格 肖战都诠释得非常好 央视口碑爆棚的年代剧 腾讯网播的仙侠剧 肖战不挑剧种和角色的大演员 扛剧能力属实令人惊叹 《梦中的那片海在》六月引爆收拾 青春燃梦谱写时代华哥 收拾网播口碑三报 目前还在北京卫视黄金档二轮热播 丽雅群雄登顶这场位效应不容小事 而周日刚刚开播的《玉谷瑶》 首日空降变热度爆棚 微博热搜抖音热搜一起爆 肖战令人瞳目的号召力和观众员又一次惊艳全网 在熬夜看完前四集后 《玉谷瑶》本身的质量更是令人惊叹 《无怪乎人》明星影视今日特别发布 问大家开吹了吗 首播更新的四集中 云荒大陆的几大主要场景逐一展现 为观众构建出一个建筑规模宏大 缠意幽远的奇幻山景画面 随着蓄势展开 情感线和事业线双线并行 不仅有着宿命爱恋的浪漫故事 也将家国大义 励志成长等元素贯穿其中 交代出了主要角色守护苍生 为万物立新的正义使命 真是无比期待后续剧情了 其实原著《玉谷瑶》本身是 以女主视角展开的故事 编剧从大女主改为大男主 本身就和原著的贴合度不高 而《玉谷瑶》的原著朱炎 早在16年就已经出版 这长达7年的时间差 足以证明剧情人设的老旧 电视剧讲述的是 空桑世子石影和赤祖郡主朱炎 在儿时结下恩缘 多年后又因插阳错成为师徒 两人共同守护空桑王朝的故事 单看剧情设定 《玉谷瑶》的情节内容 其实能看到很多影视剧的影子 微母报仇 久别重逢 宿命爱情 师徒禁忌 这些在古装仙霞中旅见不鲜的看点 便是《玉谷瑶》的主线 而且 《玉谷瑶》的男主人设非常完美 但女主设定却相当奇葩 朱炎这个角色在剧中 就是惹麻烦的傻白甜 这种古早偶像剧里 才出现的女主设定 在当下的影视环境下并不吃香 何况剧中朱炎的很多骚操作 都很迷惑 剧情一开始 她就追着别人到处学法术 关键是人家说没人会 她依旧横冲直撞就是不信 自己不信就算了 还要横踩别人一脚 一个小伴儿不知理数 情商极地 再比如好姐妹得到领舞的舞裙 她一边布满其他人动好姐妹的舞裙 一边又自作主张地穿着好姐妹的裙子 在境地翩翩起舞 这些不讨喜的个人故事线 在没有粉丝滤镜的修饰下 就很劝退观众 而除了老涛和尴尬的情节之外 玉谷瑶在制作方面的水平也互高互低 电视剧开篇女主假死骗局里出现的沙漠 堪称大片制作 但是后期出现的神兽特效却廉价敷衍 尤其是在女主朱炎踏入禁地时 知景特效廉价老土 画面质感毫无审美 至于男女主之间的互动 就是爱的魔力转圈圈 这种生硬又老涛的肢体接触 观众看的眼睛都起碱子了 最重要的是 决定影视剧下线的女主 是真的没有代入感 戏谷的演技和肖战的颜值 都救不了玉谷瑶 玉谷瑶这部剧里出现了很多熟人脸 曾黎饰演的母后 母仪天下 气度非凡 在这个角色的故事线里 戏剧性拉满 泪点很多 不论是母后出场时的大气从容 还是为了保护儿子选择吞探自杀的剧情 都诠释得非常出彩 而和盛明饰演的北冕帝形象反差也很明显 无事实施爱戴儿子的君王 有事实就变成了脑袋不清醒的恋爱脑 从风华正冒到结罪消愁 和盛明对角色的把握细腻入微 代入感极强 这些戏谷的演技当然能撑起复现的看点 何况主线还有盛世美颜肖战的加持 在玉谷瑶里的肖战是温润如玉的翩翩公子 他的一态和气质就像是脱俗的仙鹤 一举一动都让观众少女心爆棚 分分钟上透 第一集里 肖战的出场撑着一把伞 当伞渐渐挪开 儒雅端庄的一张脸就给了观众一个视觉报机 这飘渺惊鸿的公子香 是精致到堪比你性的美 日常镜头里的肖战让观众挪不开眼 男主得知母亲去世时的桥段 更是惊艳四座 在这场戏里 肖战哭得梨花带雨 满眼的不可置信 令人心生怜爱 在他好像用尽力气 陪在别人华礼时 此刻的肖战就是破碎感的神 只是肖战在让人上头 也挡不住不合适的女主选角 让观众分分钟出戏 任敏在青春题材中的适配度相当高 但是在古偶题材中却显得不够精致 尤其是在造型施不给力的情况下 任敏的颜值缺陷都被暴露无遗 从开播到现在 任敏又是撞脸猪猪侠 又是撞脸王祖兰 就算他的演技发挥稳定 酷戏共情力十足 观众也很难在动不动脸崩的镜头里 默认女主和男主是一个资源里的人物 而且 任敏明显不太擅长活泼类角色的塑造 稍显作作的小表情都让观众觉得人物的呈现有种优质的低诱感 这种低诱感加上任敏肉感十足的外形 可以说是火上添油 任敏的颜值的确不至于被审判 但任敏选剧本的眼光 却让观众备受煎熬 不论是古装还是现代 偶像剧看的便是剧中的偶像感 观众能包容各种类型的美貌 唯独受不了仆女演偶像剧女主 不夸张地说 在任敏不够精致的五官对比下 哪怕是和他同框的丫鬟 都更适合偶像剧路线 可惜的是 于古瑶明明有一定优势看点 但仅仅一个决定电视剧下线高低的女主 就足以毁掉一部剧的口碑封评 目前来看 可能于古瑶这部剧更适合偏爱男主的粉丝朋友 但更广阔的你心路人观众才是撑起爆款的主要受众群体 当然 好的剧情是可以挽救演员的不适配的 只是前面也提到了 于古瑶的情节老套落俗 就算后面的节奏飞起 但古瑶的过时框架还是难以提起关注的兴趣 至少到目前为止 于古瑶都偷着一股尴尬记耳